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2年5月30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那今天还是想继续讲一讲 关于十年每签的话题 也就是美国的B类签证 那自从2021年11月份 十年每签重启以来 现在有七个月的时间了 当然上海地区又因为疫情 又给暂停了 从2021年11月份到2022年4月份 一共是有半年的时间 在美国国务院的官网上 是有相应的签证签发数据的 罗宾大叔是一个喜欢归纳整理的人 也喜欢从数据当中 找出一些线索和趋势 所以我就特意去查了一下 过去半年B类签证的一个签发数据 这个数据还是比较惊人的 首先有一点 就是过去半年签发的 B类签证的数量 是大大少于在疫情前 针对中国籍申请人的签发数量的 过去半年 一共是签发了28383份的笔类签证 这个是针对中国籍申请人 不管是在国内签发的 还是在海外签发的都算的 那三年前同期这个数量是多少呢 翻了一下 数据也很清楚 从2018年11月份到2019年4月份 也就是整整三年前同期半年呢 是一共针对中国籍申请人签发了50万7153份的笔类签证 这个差距还是相当大的 从50万到28000 这个签发数量整整减少了94.4% 也就是说差不多是原来的20分之一 稍微多一点点吧 就19分之一吧 那这个数量确实差的挺多的 这个一方面呢 是因为美国在全球也在有意的控制笔类签证的签发数量 不光是中国 在海外很多的领馆呢 每签的约档期啊 都是一档难求 不管是在欧洲 还是在北美 在其他国家啊 好像除了日韩 除了欧洲的少数几个国家呢 大多数的美领馆 他发出的签证面签档期啊 都是非常稀少 非常有限的 基本上一斤放出呢 就立刻被秒杀抢完了 所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 还是非常珍贵的 那今天呢 不想说这个话题啊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大趋势 而且呢 在中国境内啊 我们大部分人呢 更新中国护照 或者说呢 去签发中国护照啊 变得越来越难了 5月12号 大家可能都了解过了 这个移民局又重申了一遍 要从严从井签发护照 签发港澳通行证之类的啊 出入境证件 对于出入境呢 也要严格审核 要考核你的出境目的 是不是必要紧急之类的 反正又把这个车轱辱话 说了一遍 但是呢 其中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我要从严从井 那既然很多人去签发中国护照 去更新中国护照 签不出来呢 那也就没有这个机会 去申请美国签证了 这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今天想讲的点呢 是另一个 就是美国在中国的 使领馆签发的 笔类签证的数量啊 它在相应的减少 在海外的美领馆 比如说啊 英国美领馆 比如说泰国美领馆 越南美领馆 加拿大美领馆 它签发的笔类签证数量 在慢慢的上升 而且呢 这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的 那数字就是有这个好处啊 你可以非常清楚看到其中的条件 看到其中的趋势 从2021年11月份开始啊 在中国国内的美领馆 签发的笔类签证数量呢 是4732个 在海外领馆 一共就签发了416个 国内和国外的美领馆 签发数量是10比1的样子啊 这个也是很make sense的 很符合常理的 基本上呢 中国人申请美国签证 美国笔类签证呢 大多还是在国内的美领馆申请的 在海外申请的 除非你有海外的绿卡 或者在海外留学工作之类的 有长期的居留身份 你才会去在海外的美领馆申请 所以这个也是make sense的 但是呢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啊 这个趋势有所变化了 2021年12月份呢 比例稍有上升 变成了国内6149 国外432啊 这个是有提高的 然后后来2022年1月份 国内的笔类签证签发数量就猛降到了3440 海外的签证签发数量呢 上升到了636个 国内和国外签发数量的比例呢 变成了85%比15% 这个比例有所变化了吧 而且变化的还不小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2022年2月份 3月份 4月份 这个比例呢 是在逐渐的变化的 海外美领馆签发的 笔类的比例呢 是在逐步的上升 而且终于到了上个月啊 终于到了2022年4月份呢 海外美领馆签发的笔类数量是 首次超过了在中国的美领馆 数量呢 是中国美领馆签发了1692份 海外美领馆呢 签发了2232份 这个当中当然是有 因为上海的美领馆啊 因为疫情风控的原因 闭管的这个原因存在 但是呢 海外领馆的这个 笔类签发数量 剧烈的上升啊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现在中国4月份啊 中国美领馆签发的比例 和海外美领馆签发的比例呢 是43%比56% 海外签发的比例已经过半了啊 已经超过中国美领馆的签发数量了 这个呢 就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 尤其当随着这个月份的推移啊 它这个比例变化 数量变化呢 是非常的线性的 而且呢 是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肉眼可见出现这种变化 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情 首先这个总的数量是在减少 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呢 这个中国美领馆签发的 这个签证数量 又是在大幅的减少 被海外美领馆的数量给超过了 有一个大前提啊 这里讨论的所有的数据呢 都是针对中国籍申请人的 就是你持有的是中国护照 去申请美签 海外华侨 你如果持有的是其他国家的护照呢 是不在这个统计数据里面的啊 那这个让我想起一件什么事情呢 随着这个比例的变化 随着这个线性变化往前推移 最终我们把它推到极端啊 推到极限会有一个什么后果呢 也就是说 海外领馆的签发数量 会大大的大于中国领馆的数量 到最后呢 中国美领馆的签发数量归零 海外美领馆的签发数量呢 达到100% 那有人说你这个预测 或者说你这个乌鸦嘴 是不是太极端了 真的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吗 就是说中国美领馆不签发 逼签了 不签发旅游签证了 全都有海外美领馆操刀代劳啊 这种情况真的可能发生吗 一个呢 我们是在画一个表格上面 这个应该就是那种数据分析党 炒股啊 做金融的可能对这个比较熟悉啊 它是讲一个趋势的 通过趋势来分析将来的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看看别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就是说他国内的美领馆 完全不签发旅游签证 或者非移民签证 所有的在这个国家的公民呢 都需要到国外去申请 美国的旅游签证 或者非移民签证 那这种国家有没有呢 还真的有 而且不止一个啊 我们印象当中啊 一般申请美国签证 都是在本国申请 对吧 但真的是有一些奇葩的国家 因为美国政府的要求 或者美国政府的一些规定啊 使他们的公民呢 是无法在本国申请美国签证的 包括了对于美国不太友好的国家 或者美国觉得他们不太友好的国家 那其中比较有影响力 我们可能听说的比较多的呢 就是伊朗和俄罗斯 这两个也是大国 这两个大国 他们的公民呢 要申请美国的签证 哪都可以 就是本国不可以 一般来说呢 在俄罗斯的公民 如果要申请美国的移民签证 需要到隔壁的波兰去申请 那如果要申请非一名签证呢 那你就随便找个外国 你要能约到档期呢 你就可以去申请了 伊朗呢 也是类似的 一般来说呢 可以去迪拜 可以去其他的 比较接近的中东国家 去申请签证 他们也给你配好了 波斯语的签证官或者翻译 那如果你在本国呢 确实是申请不了的 那有人说 这个在本国申请毕竟方便嘛 我出国可能也不是太方便啊 尤其现在非必要非紧急 压根也出不去啊 那当然这个就不再 在美国国务院 或者美国移民局 他们的考核范围之内了 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方便 来规定这些东西 俄罗斯是为什么 不能在国内申请呢 有人说是因为这个战争原因啊 当然有一部分这个原因 但是呢 这个根子不在这里啊 因为这个规定呢 其实在去年 就已经做这个要求了 好像是因为 美俄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啊 互相让对方的外交官 无法在当地顺利的工作 所以呢美国就心意横啊 眼一闭心意横 就不让你本国公民申请非移民签证了 伊朗呢 应该也是类似的原因 导致这么一个近况啊 那所以呢 看看这些国家的先例啊 其实在本国申请不了美国的旅游签证呢 也是有先例可循的 既然是有先例可循 那有没有可能就在那么一天 美国国务院突然就说了这么一件事情 或者突然就出这么一个规定了啊 中国公民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 也不能在中国国内申请美国签证了 你要申请签证可以 你到国外去 你到比如说啊 柬埔寨 越南 老挝 新加坡 马来西亚 菲律宾啊 或者欧洲 或者美洲 澳洲之类的 反正哪都可以 在国内不行 那一旦这个规定出来啊 可以说在国内想要通过旅游签啊 或者其他非移民签证去美国的小伙伴 那真的是要抓狂了 大多数人是没这个本事出去申请美签的 而且出去呢 你也待不久 回来呢 还要什么疫情隔离啊 但前提是那个时候还有疫情 那这个就非常非常麻烦了 可能呢 那个时候要申请一个美国的旅游签证 你得先去县救国 拿到一个海外的长期居留身份 然后呢 才有这个特权可以出去去申请美国签证 那这个真的就是麻烦到爆炸了啊 当然这个最差的情况不一定发生吧 真的发生 真的就是一个中美关系的大地震了 对所有想要移民啊 或者想去美国的人呢 都是一个大地震了 万一这种最差的情况发生呢 我觉得为今之计两种办法 一种呢 你现在就把美国的旅游签证给申请下来 虽然现在也比较难啊 但好歹能在国内申请是吧 在广州现在还是基本可以申请的 那还有一种呢 你就现在从现在开始 先搞一个其他国家的长期居留身份 泰国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啊 无论是精英签 养老签 留学签之类的 反正哪种都可以停留一段时间 或者其他的国家的一个居留 怎么样呢 拿到一个长期居留身份 将来呢 有一个踏脚板 有一个中转的渠道 去拿到美国的签证啊 当然也包括这个F1学生签证啊 如果那个时候也不让申请了 那也只能去海外申请了 好吧 凡事呢 未雨筹谋 我觉得都是好的 就像罗宾大叔一直在说的 早点办护照 早点办签证 一直说到现在了 对吧 很多人呢 都不当一回事 置若罔闻 那后来5月12号 这个移民局新规 移民局重申 从严从紧啊 非必要非紧急 这个新规一出来呢 很多人又着急了 来问罗宾大叔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快一点呢 能够把这个身份办出来 或者签证办出来之类的啊 能够尽快出境的 那等到了这个时候 再去谋划这些事情呢 往往就晚了 好吧 所以呢 凡事还是趁早 趁早 趁早 再趁早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 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就先到这里